堂堂的德云社的董事长 竟还是徒弟们的御用大厨 我打咬不爱吃西葫芦 后来师娘做了一回我还挺爱吃 别看师娘做庸上亿商业帝国 给徒弟们做饭这事 她可是亲力亲为 那几年家里徒弟多 师娘都是做流水席 他做饭做得好 在家里边基本上都是他做饭 时间久了 徒弟们也就认准了师娘这门好手艺 过年包饺子 徒弟们不是不想帮忙 是师娘嫌弃他们水瓶次 不管多少人等着吃 也要自己亲自包 在我师父那吃饺子 别人不让包 那都得谁包啊 就必须有师娘包 有一年为什么呢 有一年我们都去了 然后大家大家都跟着包 谁都包结果一煮 全碎了 跟面片似的 片汤酸丸子 还是得师娘 别是别是先手 就后来就谁也别上手 徒弟们喜欢吃 师娘也乐意给大家做 哪怕家里没人去 他也会做好了饭 带到片厂去犒劳大家 就因为王辉做的饭好吃 搞得千大爷都忘了该有的饭量 牛肉扁豆馅的包子这么大个 然后在家蒸完了送到现场 我们都吃完饭了 我记得于谦老师吃完饭 那包子还吃了十个呀 是十几个呀 妈 谁不知道 千大爷擅长做饭 能被他认可 手艺指定差不多 别人做饭是为了生活 师娘单纯是喜欢 看到徒弟们一个个吃爽了 他打心底里开心 也幸亏这群徒弟都不是什么娇生惯养的公子哥 不管师娘做什么 他们都喜欢 哪怕是炒咸菜 一顿也能吃四十斤 我买了四十斤 他们吃了四十斤咸菜 都爱吃他做的饭 对 更让人意外的是 师娘会做的菜系也多 作为师娘的弟弟张云雷 他算是吃的最多的 后来在采访中 提起姐姐做的饭 便哥的回答也十分拉仇恨 我姐做的酸汤水饺 可好吃了 真的可好吃了 我连续吃 就是包了好多的水饺嘛 然后呢 我姐自己 逆质的酸汤水饺 然后调的那个汁 有一次就是连着四五天 晚饭我都吃那个 还有就是醋卤面 用醋打的卤醋和香菜 我姐做那个 哎呀太好吃了 牛肉末 要说做面食 师娘的手艺堪称一绝 饺子俘获张云雷和岳云鹏 面条让张赫伦一提起 就忍不住吞口水 一般都是我师娘给我们做 一般都是炸香面 或者大楼面 巨好吃 巨好吃 真 师娘是真疼这群孩子 没事就叫家来吃饭 吃饱了走的时候 还得拿着 没空来吃 就去给送 德云舍奶是胖子多 那都是师娘的爱啊 没个三五年功夫下不来 对 厉害 切一款我再来啊 不管怎么说老师 我切得比您细 切得太好了 论德云舍那些奇奇怪怪的圣夫玉 岳云鹏和餐厅师傅比刀工 没想到身藏不落 说好了是请教 一开始 小岳岳还表现得很菜鸟 然而等到上手后 圣夫玉瞬间拉满 看到最后 大厨都惊了 真不愧是在炸酱面馆工作过的 谁也别想赢过岳云鹏 张九南还敢打游小婷的主意 岳岳分分钟把她捏碎 他叫侮辱人你知道吗 是我们俩徒弟 怎么了 你 快点吧 快点 你别 我给你捏碎了 你信不信 我们俩给你捏碎了 你信不信 来来 好了 为了能赢 一向把教养摆在第一位的少班主 竟也豁出去 我们也不想看德鱼舍演出 我们也都不想看德鱼舍演出 我们也都不想不看德鱼舍演出 我们俩也都不想不看德鱼舍演出 我们俩人也都不想不看德鱼舍演出 大铃这张嘴 怕不是都用来对岳云鹏了吧 愣讨厌这个人 什么叫愣讨厌 原来是个大胖子 那是 为什么减肥 就为了跟我哥哥区分出来吗 不过是减肥了 还整容了 这没有啊 这没 我没整容 怎么没有 怎么没有 没整过 我是纯天人 首先这个个头就整了 你爸什么个头 你什么个头 原来一米八 小月得罪谁都可以 就是不能招惹未来老板 毕竟还要赚钱呢 请把刚才那个过时剪掉 你得秃秃 那时候未来的老板 你好像都吓人 为了不让贾临英比赛 岳云鹏把诗书都搭上了 慧山药 害孙岳 慧鲨鱼 慧鲨鱼 你俩拿这儿当得人设了 是吗 听到唐九州超酷介绍 老秦的胜负玉利玛拉玛 大家好我是秦小贤 大家好我是x from唐九州 哇好酷啊 那时候得人设 你把s秦小贤 丢面子这种事 我们老秦可不干 哪怕对方是狗 刚才是把你拽了一遍 你太酥了老秦 你千万不要更走 你弄不过你了 你来了你来了 男人的面子有那么重要吗 二哥敬明院逼成了惨叫鸡 这年头谁还没个好爸爸 那我爸就撤资了啊 你爸怎么着 撤资了 爱撤撤去 天天你爸爸你爸爸 谁还没好爸爸了 内鱼缺的就是岳云鹏这样的活人 注意看岳云鹏手里拿的 其实是顾客的剩饭 由于天气冷肚子饿 大能率先打起了鸡翅的主意 起初小岳岳还一直坚定 当服务员不能惦记顾客的食物 哪成想大能三两句话 就让他倒戈 只能说岳云鹏是真接地气 顾客失舍 他也不嫌弃 后来等到顾客结账走人后 他看到桌上的残余 竟赶紧拿碗筷开炫 最后还是岁月看不下去了 心疼岳月大了 天吃剩饭 才专门给他炖了一锅粉条 而这次当服务员 也让岳云鹏再次回忆起了 年轻时在餐厅打工的往事 端着菜 它是传菜的上菜嘛 我们是个楼梯转梯 只有这也是个盲区 谁也看不见 拔丝苹果 这怎么 可以说偷吃客人剩饭这件事 岳云鹏最有经验 RPM 比如说我喜欢吃这个 我就把这个放在最底边 上面盖上这个 那盗裸上 客人轻易不会动 嗯 把它藏起来 太吹了吗 最近二年了 大家都走了 往往往再 driving 把那个菜扒了开 这个菜 对于其他明星来说 巴不得大家都不知道自己的黑历史 月云鹏可倒好 之前的黑料不用外人扒 自己就往外说 由于月云鹏老实 在餐厅打工时 也没少被客人欺负 曾经那段因失误 被顾客羞辱了三个小时的经历 哪怕现在再提起 月月也会坦诚表示不原谅 当年在饭馆里边 你做老板那会儿 服务员 服务员那会儿 有一个无理取闹的大哥哥 那主持人问 我说你还恨他吗 我说我还就是恨他 这就是真实的小月月 明明这段记忆 是他最不愿意提起的 但如果被问到 他还是会说 我不敢想 我不想过忌这段 比如说做厨 我蒸东西 那蒸锅是我 天天蒸 生长了也做得挺好 厨师长的小舅子 乡住我那个工作了 没有理由 走 听了 我去做保健员 刷厕所 男厕所 女厕所 天天刷 天天刷 多脏我都讲过 没关系 这是我的工作 我拿着这份钱呢 观众们为什么会喜欢岳云鹏 芭城就因为他足够坦诚 足够真实 如今再对比他过去和现在的生活 也算是苦尽甘来